戴著紅色帽子和浮板 萬人勇度日月潭活動 在今天盛大舉辦 今年的參加人數 將近兩萬兩千多人 不少民眾為了這活動 還提前訓練體力 人生一定要來勇度一次日月潭 超酷的經驗 找朋友一起 然後就感覺比較不害怕 對 我們這一次先自己來試試 明年要下一次 要帶外國朋友一起來玩 哪一個國家的 有很多 我們是香港人 沒有嘗試過 覺得有夥伴一起下水 比較有個照應 比較安全 都是大家一起有在 踩不到第二地方 然後游泳過 有經過訓練 那為什麼會想要來參加 為什麼會想參加 就覺得這個是 台灣人必須要做的一件事情之一 所以就一定要來參加 今年75歲的馬英九 是第11次下水挑戰 這也將成為他最後一次勇度日月潭 因為勇度有年齡限制 有許多民眾將勇度日月潭 列入人生挑戰清單之一 激起不少人 愈悅愈勢 好總統加油 加油 總統加油 總統今天 你們兩個還會在演嗎 因為時間來不及了 我們要下水了 先掌 幫我先掌 我們要下水了 下水了 好不好 不好意思 我們不要下水了 抱歉 不好意思 我們要下水了 我 马总统今年是第11年来参加日月潭引渡活动了 那因为我们日月潭的最高年龄的限制是75岁 就不能够再买保险了 所以呢这是很多媒体说这是马总统的最后意犹 那刚才跟总统吃饭的时候 他其实他很希望说能够继续的来参加 因为这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他本身是非常的热爱推广运动 所以我特别邀请马总统如果有机会的话 虽然不能够一起游玩全省 那能不能跟我们一起来领游 或者是来一起共同下水 用一式性的方式 也可以代表这个马总统对我们本项活动的支持 那他也表示同意啊 所以我们很开心的 希望呢能够这个马总统每一年能够继续的来参加 那当然先前呢马总统也有特别提醒我说 这个其实我们每一个县市 如果都能够特别组队来参加 对这个活动支持 他也特别点名蒋岸市长是非常的会有勇的 那我会等这个市长美国回来之后呢 我会尽快的跟他联系啊 那尤其是知道这个蒋市长本身也是非常的热爱运动 那所以除了这个蒋市长之外呢 我想我也会借由马总统的这样的一个邀请 那包括其他县市的这个各个首长 包括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赖总统 或者是我们中央的单位 包括立法院的院长都可以邀请到他们来 那我想呢不管是哪一位来都能够为我们的活动增加更多的亮点 那再次的祝福大家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呢 大家能够开心出游也能够平安的归来 市长马总建议说一年办两次永度你怎么看 呃因为我刚才有特别跟总统提过 办活动它第一个是水性的问题 还有它气候的问题 那尤其呢像我们现在跟市区早永会来合办 最主要的在我们相关的呃 救护的体系上面其实是蛮吃力的 因为它是来自全国的所有的救护体系 那能不能克服 我想这个是必须我们要再跟所有的相关单位研究的 不过如果没有办日月潭的万人永度的一年两次的话 其实我们每一年也会办像昨天的日月潭的公开水域的锦标赛 像明年我们中国永协呢 中华永协协会呢也会申请 像在举办一些像国际性的马拉松的赛事 因为这个公开水域呢是非常适合在亚洲的公开水域 大家共同来竞赛的 透过不同的竞赛的方式呢 我想都能够提高我们日月潭的能见度 那万人永度我想是一年一次 大家会比较具有这样的一个投入性 所以这个我们会再来参考马总统给我们的建议 现在我们有机会下水域 我因为我曾经有游过一次 因为我本身是汗鸭子 我记得我当市长的期间 曾经带我们美国姐妹市的市长来游过 我游了160公尺就被捞上水了 所以呢要再下水这必须要集训啦 不过我想就是为了让我们的活动呢 能够鼓励更多的政治人物也好 或者是更多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一起来下水的话 我们大家当然一定也要这个也要自己这个以身试水嘛 所以我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